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听完之后我就问他 我这双眼睛能看穿一切谎言 为什么那天你在我面前没有穿帮呢 难道你受过专业训练 金宝山黑黑一笑 神探小哥 这是你的疏忽大意 其实那天盯着你的眼睛我特别紧张 假如你当时问一句我是不是凶手 我可能就真的在了 原来如此 是我大意了 其实这一次不但是我 就连黄晓涛和王源潮也没想到 杀人凶手会是卖房子的那一方 这种与房产相关的案子 一般都是利益趋势 谁正想凶手的动机竟然是仇杀 我们全被惯性思维给误导了 黄晓涛问 任发财和你是同谋 金宝山抽了一口烟 不不不 我以前压根不认识他 他就是社会上的混混 土我的房子便宜才买的 我心想这也好 可以借他转移警方的事情 黄晓涛说 三百万的房子只卖五十万 你挺有钱的呀 要我们说说你的奋斗室呗 金宝山的回答叫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说 那房子就值五十万 什么 我们不禁大吃一惊 金宝山解释说 我那是头戴三尺帽 坐等砍一刀 那房子真的闹鬼 没人敢住 我标价三百万 又不是真卖三百万 当然两万违约金 确实是我掏的 那可是我好几个月的工资 我心想这人真是太贼了 万幸的是 他仅仅是要复仇 而不是无差别杀人 否则这种高智商罪犯 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 黄晓涛逃出手铐 丢了过去 自己戴上吧 金宝山冷笑一声 我不想坐牢 这可由不得你 黄晓涛兴眼圆灯 你们一直在听我说话 没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 金宝山风带云青地掐灭了香烟 我们回头一看 只见潮水般的子弹椅 从家具缝隙里爬了出来 已经将我们团团包围 金宝山手掌一翻 突然堵了一个小玻璃瓶 里面装着一只硕大的蚂蚁 他的肚子骨胀的像之残 那就是以后 金宝山阴笑了一声 连同小瓶一起钻碎 钻的手中全都是血 以后自然也粉身碎骨 以后宾死之际 释放出强烈的求救信号 四面八方的子弹 已像风里一样爬过来 黄晓涛大惊倒 杀了以后你也会死的 无所谓 有几位给我陪葬 还有一位漂亮的金花小姐 值了 金宝山毫无遗憾地说着 你想得真美啊 你以为我们来之前 就不会做准备吗 说完 我从衣领中 拽出一只黑黑的小爪子 这东西我们四人都带了 它是我们的护身符 金宝山也注意到 身上的子弹已纷纷绕开我们 震惊地说 那是什么 穿山甲的爪子 天生万物相克 穿山甲是蚂蚁的天敌 有这东西在身上 他们不敢碰我们 这东西普通人还真弄不到 幸好黄晓涛认识一名老刑警 前两天刚查烧了一卡车 从山中走私的穿山甲 过去摸金校尉 带他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挖洞绝土 很容易挖穿乙巢 带他可以趋乙 我们都背了一个 是给金宝山的 王源潮强行给他戴上 并给他铐上手铐了 金宝山一下子泄了气 垂头丧气地说 不愧为少年神探 幸尽地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王大利叫道 太好了 兵不血润就拿下凶手 回去吃夜宵了 我喊道 等等 现在不能开门 外面还有居民呢 我赶紧打电话 叫驱从公司的人 过来收拾现场 等待的时候 我们坐在沙发上 场面真叫一个惊悚了 满地都是 蠢蠢欲动的子弹椅 但就是不敢靠近我们 这些东西 如果放出去 伤人不说 还会造成物种入侵 很可能会让南疆市 鸟兽死一大片的 虽然他们只是 无辜的小生命 但必须把他们杀掉 驱从公司的人来了之后 用杀虫计 把子弹椅全部清除干净 黄小涛付了钱 叫他们明天方便的时候 去一趟凶宅 把那里子弹椅 也除掉 真凶器拿归案 我长松了口气 黄小涛花了两天时间善后 然后我们俩一起 去了一趟凶宅 我在客厅里 烧了三打纸 念了一段 往生咒 希望死在这里的 一家三口 早日超生 黄小涛问 这招管用吗 我说 管不管用的 就是心意罢了 离开兄宅的时候 黄小涛打量起这栋房子 任发财买这房子的钱也不干净 这房子现在被没收了 我想 要不再买下来吧 听说这一片过两年要建地铁 到时候地价肯定蹭蹭地往上翻 你说好不好 我摇里摇头 还是算了吧 好几任主人都是这个心思 想以后升职 结果都烂在自己手里 你就不怕出道覆辙吗 等等 什么叫咱买下来啊 黄小涛脸上一红 吱吱呜呜地说 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啊 我们望着这栋房子 久久不说话 这已经是我和黄小涛 第二次共同经历生死了 心中突然觉得 干这行真危险 也许哪一天 我们就真的生死两别了 我们俩几乎同时开口 那个 对了 你先说 你先说吧 我狠下决心 搬过黄小涛的肩膀 他脸颊通红地看着我 眼睛发着光 在新阳的映照之下 他的脸格外的妩媚 我鼓起勇气 把脸凑了过去 黄小涛期待地闭上眼睛 这时候 一辆马沙拉蒂 放着嗨歌远远地开了过来 我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 一下子眼笑云散了 车停在附近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叶诗文和张燕 而且还是手拉着手 这俩户竟然真的好伤了 叶诗文招呼说 宋阳 你咋在这儿啊 好巧啊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是啊 张燕大呼小叫地说 这位景华姐姐 就是宋阳的女朋友嘛 好漂亮啊 简直像模特一样 谁是她女朋友啊 黄小涛没好气地骂了一句 扭头走了 喊都喊不住 我心想吃两个扫把心 早不来晚不来 偏这时候来 叶诗文拍着我肩膀就说 没打扰到你们俩吧 来走 兄弟请你吃饭去啊 顺便跟我们聊聊破案的事情 张燕跟着点头 对啊对啊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想不到咱们大学 竟然出了一位神探 我好激动啊 待会儿一定要找 你要一份签名 我一肚子窝火呀 嘴上敷衍着 心想你俩咋不去死呢 有些话看来 真的是不能乱说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 几周之后 我们学校竟然真的 发生了一桩 离奇诡异的 案件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superficial 忧特地 真 Vol 努力 离异